魏英被江城逮去见了江雁离,他了解石怪之事后也有些担心,在三叮嘱魏英在蓝战回来前不要再去围猎场。 关于失踪修士之事,他让岳树出去守着,然后跟两个弟弟说得更具体些,失踪的都是上好灵根的修士,且今世已经寻到了几具失踪修士的尸体,其中两人灵根居然被抽取了,恐怕幕后凶手要在他们身上得到什么。 江城决定听江雁离建议,继续回自己院子修炼,好好准备接下来的百家试炼。 派人送走了他,江雁离便问若有所思的魏英,韩光君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? 魏英转头看他,阿黎姐知道。 江雁离微笑,你当年那么迫不及待要与他结亲,阿黎姐又不蠢。 这几年你只传信回莲花物,说旺姬要常年出去夜裂,赚钱给你养病,可是真的? 欧阿斯,母亲,这些年脾气越发轴了,真信了蓝旺姬只是个穷散修,反而越发后悔随便把魏英嫁出去了,好似忘了当初是他自己设计的甩锅一事。 魏英凑过去装傻卖乖,阿黎姐,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 夫君的情况有些特殊,他喜欢低调,夜裂也方便些。 江雁离呱呱呱魏英的小鼻子,轻笑一声,若不是知道蓝氏并未说过有蓝氏血脉遗落在外,前女夫君并未佩戴墨俄,不然阿黎姐都要怀疑他是不是与蓝氏有关系了。 蓝焕,蓝湛,这名字也太巧合了些。 阿黎姐你到底想说什么? 魏英自己揉揉鼻子,有点点心虚。 江雁离之笑不语。 魏英揉了他好几眼,最后只能说,好吧,阿黎姐都猜到了,但他可帮不了你什么。 夫君就是一个普通散修,可对腹部了金氏这么个庞然大物。 江雁离无奈,你个小机灵鬼。 还怕我吃了他不成。 放心吧。 在莲花物你一撒娇,他就位在于我见面了。 OAS,不过蓝望鸡和他背后的人目标也是金灵台吧。 最近到金灵城的陌生人,好似越来越多了,阿县知道这些吗? 还是得私下跟他谈谈才放心,不能让他把阿县拉进这趟浑水。 魏英晃晃他的手,阿黎姐是想他做什么? 我也可以帮忙的。 夫君只会业劣而已,别的都不行。 罢了,这件事连花物沾不得,我有新的人选了,你和你夫君这些时日好好玩乐便是。 切记,离金光善远一些,他仍对吉林根虎视眈眈。 江雁离认真道。 嗯,我知晓。 他怎么还没死心? 魏英很是无语,都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去信这些莫须有的东西。 嘘!江雁离微微摇头,自取灭亡罢了,咱们可什么都不知道。 阿黎姐放心,昆妇交代过我,我会乖的,离他们远点,魏英笑眯眯道。 你想起来了?江雁离有些惊讶。 魏英摇摇头,就梦到有人在跟我说话,可他说什么,我记不太清楚了。 昆妇临终前倒是跟我说过,金氏婚约只能暂时用来挡住一些窥探目光。 金光善屈立,若我不喜欢金子轩,便借是取消婚约。 若我喜欢他,只要我表现不出格,金光善捏着鼻子也得接受我做儿夫郎。 嫁进金氏也不用太担心,这里有自己人。 江雁离不游,庆幸是自己嫁到金氏,他拍拍魏英的手补冲道,小叔叔大概也未料到。 人心难测,他在金氏为你铺好的路,早就断了。 不然金光善当初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对你出手,他还是怀疑小叔叔的身份。 这几年我也不敢与你过多联系,金氏的眼睛太多了,如今稍微好些。 金夫人开始让我接管内务,倒是给了我许多方便。 阿黎姐,谢谢你。 魏英真心道,这些年我给你添了好多麻烦,对不起,傻孩子。 江雁离类盈于杰,跟姐姐说这些作甚。 当初我答应过小叔叔,会好好照顾你。 你大概不记得了,小时候,我有幸跟他去过那里,那里的哥哥姐姐们都好厉害,恳求他许久,他才同意我进楼。 其实,我知道他是哄我的,可他留给我的那些人,那些东西,那些为我保驾护航的底气,不是假的。 不夜天总不肯放过搜寻,吉林根,而金光扇又一直为死心盯着莲花物。 我也如履薄冰,怕保不住你们。 我唯一的任务,其实就是对你好,那些年我真怕,我连这点也做不好。 OS,还怕小叔叔对我失望。 姐姐,你做得很好。 把献献养得这么可爱又漂亮。 还让我得到了最棒的夫君君。 献献可幸福呢。 姐姐也要幸福啊。 魏英握住江雁离的手摇了摇, 姐姐想为那些哥哥姐姐们报仇,杀了金光扇便是,惊恐却还是可以留着的。 姐姐也舍不得她的,对不对? 江雁离垂眸,献献不需要操心这些,姐姐有分寸。 魏英心里叹气,也不好多劝,只能助金孔雀,自求多福了。 听月楼里出来的昆泽,温柔都是带着毒的。 特别说明,魏英是吉林根,年幼时被其昆妇封灵并伪装成了水灵根, 但她不能过多使用灵力。 一旦解封,灵力会变成红色,极易被发现。 从小到大,她只在那次面临生命危机时,用过红色灵力反击银色人鱼。 江静泽临终前要求魏英不要复仇,不准修炼,以做自保。 故也未给她留下任何事例,反而都给了江雁离。 这是作为一位爹爹最自私的安排,且那时听月楼被袭击,魏英头部受了重伤,记忆产生混乱,严重时好似致力倒退。 江静泽过后,曾带手下攻打了不夜天宿敌,伤亡惨重,她也身受重伤命不久已。 无奈之下,她只能秘密安排好楼里剩余人手的去处,带着魏英躲回了莲花屋。 魏英跟江雁离又说了些其他的提及话,就带着月树回自己院子里。 路上,魏英总感觉身后凉凉的,似乎有人盯着自己,便时不时回头去看。 月树便疑惑问,小公子。 月树,你觉不觉得有人在跟着我们? 魏英再一次回头没发现什么后,便转头去问月树。 月树认真感受了一下,没有啊。 若是有人跟着,奴婢不至于什么都感觉不到。 公子,咱们先回院子,你好像还没用膳呢。 不饿吗? 魏英肚子配合的咕噜噜响起来,她赶紧加快步伐,把那股错觉甩在了身后,饿呀。 快走快走。 一个黑衣人扒在长廊斜角的一片黑暗里,等魏英他们的脚步声远去,她只静静握着。 很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再度响起,折回来的月树再次仔细感受了空气中的气息流动,还时不时放出灵力在周围探查,没发现什么。 她快速掠过黑衣人藏身之处,往回倒了一段路,又快速掠回来,往魏英去处追去。 黑衣人仍安静不动,直到听见月树和魏英模模糊糊的交谈声传来,月树,今天吃什么呀? 金灵台的特色菜? 哦! 她才身体一动,像条鱼鱼般灵巧一摆,悄无声息地往魏英院子溜去。 是楼主回来了,要去保护她。 黑衣人喃喃自语。 啊! 兰玲一声大叫,吓得魏英小心脏一抖,等认出了人脸,她没好气到,你鬼叫什么? 三更半夜吓死人啊! 兰玲没想到,魏英居然还落人先告状,这活儿以前都是自己专属。 她更恼怒了,你也知道是三更半夜呢? 这个时间,你不待在床上乖乖睡觉,带着鬼面具出来吓人,你莫非真的有病? 嘿! 我夫君不在,没人暖被窝我睡不着不行捏。 你不也没睡觉吗? 五十不孝百步,谁规定晚上出来不能戴面具了? 她那么可爱,我喜欢戴不行吗? 魏英插着双手挑衅道。 你! 兰玲气得一扬手中的剑,看魏英一点都不怂,又冷哼一声,哼! 虎脚蛮缠。 不知羞耻。 懒得离你,一边去,别挡我路。 兰玲眼神鄙视,直接朝魏英身后方向走。 你去哪里? 魏英半点没有把人气走得自觉,等人一走,便一转身跟了上去。 他俩现在是在围猎场腹地。 你跟着我干嘛? 谁说我跟着你? 这条路我也要走得好吗? 瞧你一惊一乍的,莫非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? 自己的话又被抢了。 兰玲气得对不知不觉已经走到自己前面去的魏英,做出凌空一脚飞踹的动作。 你是不是有病? 魏英恰好回头就看到兰玲那个荆棘独立的奇葩姿势。 兰玲收回脚不屑致辩,咱俩到底谁有病? 肯定是你。 当然是你。 两人一口同声地说。 想想,如今怎么也是害时末了,一个昆泽好端端地不睡觉,孤身一人出现在荒郊野外,陪伴着的不是明月清风,只有浓墨暗夜以及时不时传入耳里的几声野兽嘶吼和咆哮。 怎么想怎么不对劲? 是的,以上都是兰玲和魏英判断对方有病的理由。 夜欲深,声欲静,唯有冷风穿过树梢时夜打夜的声音。 兰玲毕竟年纪更小,她握着剑的手都已在倾斗,不想暴露自己的害怕,只能没话找话,喂! 你为什么半夜跑到这里来? 魏英一边认真倾听风中的声音,一边随手拨开树枝乱从慢慢往前走,没有说话。 兰玲更是心慌意乱,声音抬高一点,喂!我跟你说话呢! 魏英觉得这小孩真没眼力见儿,夜半无人只有两个人,说话态度还这么嚣张怕是没被揍过。 但又听出对方厚重的喘息声,知道他是害怕,便小声慢慢地回道,我不叫魏。 兰玲听到魏英回答,只觉自己绷紧的神经已神奇地平复了一大部分。 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刚才咬紧了牙关,微微放松后,他咕弄一句,那你叫什么? 我哪里知道? 我叫魏英。 魏英小心跨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坑,回头提醒道,注意脚下。 兰玲再小,也是个修士,眼力可能比修为只半桶水的魏英还好些。 文言虽觉得他有点小瞧自己,但既是对方发出的求和信号。 自诩大人,有大量的他自然顺坡下驴,我叫兰玲。 你还没告诉我,你怎么会在这里呢? 我是跟着一个黑衣人出来的。 魏英继续往前走。 这么巧? 我也是。 兰玲像找到了组织一般,兴奋之下便一咕噜把前因后果都给说了。 末了问魏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? 魏英顿足挥头问,你根本没看到人影吧? 只听到那什么,灵犬狂叫,便跟着他一路跑。 就这样,跑到围猎场里面。 然后,灵犬没追上,自己也迷路了。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? 兰玲很不服气,我父亲送的灵犬可不是普通灵犬,你以为是没有智商的野狗吗? 他只有遇到特殊情况才会狂吠。 还说我,你不也是什么也没追到? 魏英摊开手,至少我知道我追的是人,况且谁说我没追到,你看背后是谁? 说完朝兰玲背后煞有其事地打招呼,嗨,又见面了。 这是我给你送来的祭品。 别客气。 话没说完,兰玲已惊怒得快速拔剑回身一次,却发现什么也没有,只听扑哧一声。 兰玲猛地回头,只看到魏英捂着腰哈哈大笑。 兰玲又是被吓又是被耍,只觉得生气又憋屈,你,你找死。 说着就顺手一剑刺向魏英,发誓这回要让她好好吃个教训。 安静。 魏英突然站着腰力声低喝,一脸严肃。 兰玲却不肯再上当,剑势不减。 魏英灵活悬身,趁兰玲不被出手,在她手臂上一个敲击,瞬间剿掉对方的剑, 并借视,把兰玲带入怀里捂嘴,嘘,别动。 难道你没闻到一股血腥味吗? 呜。 兰玲挣扎的动作一停,认真一闻,下一刻睁大眼睛,好浓的血腥味,是,人羞的血。 魏英看她冷静下来,慢慢松开她。 兰玲立刻起身捡起掉在地上的剑,与望着周围警戒的魏英慢慢靠在一起, 警觉地看着茫茫夜舞。 这里很奇怪,怎么竟有雾? 刚才分明还没有。 兰玲握紧见低声道,难道我们误入什么秘境了? 秘境,很有可能,但可不是我们误入,这是个活秘境。 魏英语出惊人,要么是她会移动,要么,她是受人控制的。 你看地上的花草,并没有变化,所以是她的雾气笼住了我们。 那我们怎么办? 兰玲眼前雾气腾腾,鼻尖闻到的血腥味越来越浓。 这些血腥味,是那些失踪的年轻修士吗? 魏英突然想到。 什么失踪修士? 我怎么不知道? 兰玲一脸震惊。 魏英比她还吃惊,你居然不知道? 难道金,OS,跟自己说年轻修士失踪一世的人是月术和阿里姐? 怪不得之前进为猎场,并没有听到任何与此事有关的风声,看来知道的人应该只有那些大人物了。 也是,金光扇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到处乱传,影响寿艳是其次,若因此毁了金氏声誉,才是最要命。 难道什么? 魏英最后一句声音越来越低,兰玲没听全,只能追问,你知道什么? 魏英犹豫了一下,最后还是没说,我只是围猎时凑巧听了几耳朵,有修士说,她朋友失踪了,所以,我猜这血腥味是不是,谁? 兰玲? 你们怎么在这里? 还有你,浓雾之中突然毫无预兆地出现了一群金氏的人,等兰玲他们发现, 他们已被对方拔剑团团围住,为首的竟然是金氏树子,金子勋。 魏英隔着面具认真辨认,话一出口已变了嗓音,你们是谁? 金氏的人?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? 这里是什么地方? 兰玲听魏英声音完全变了,又听她连珠带泡一串发问,正要说话, 就发现对方借着衣裳和浓雾的遮挡轻轻地捏了捏自己掌心。 兰玲心神一领,不说话了,只欲发警觉地看着眼前的金家人。 几年不见,金子勋的面貌几乎没什么变化,只是脸上神情意义许多, 眉梢眼角都是藏不住的阴狠坚疑。 她用琢磨不透的目光打亮着兰玲和魏英和他们手中的剑, 嘴里却是一派安慰之词,阿玲,别害怕。 我是你勋舅舅,你怎么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? 你昆父可知道。 兰玲一向不喜欢金子勋,这个数舅,她的眼神总让人毛毛的, 每次回金家,她都逼着她走。 遇到了,也是爱理不理,谁知今晚走备孕, 简直是出门不利,竟然在这种时候遇到了, 则,她该不会准备杀人抛尸吧? 显然金子勋还没有这么冷血, 她看兰玲脸色变来变去, 直警惕地盯着自己, 便挥手让手下收起了剑, 又道,你和朋友感情再好, 深更半夜也无需跑到这地来玩, 太危险了。 我送你们回去, 顺便跟你昆父好好说说, 一个昆泽大半夜不睡觉。 兰玲听她话语间不拒见自己昆父, 倒有些无法言状的安心, 正要表态, 便听到魏英冷不丁出声, 金公子还会回答我的问题, 莫非这里有何见不得人的事? 这血腥味, 有人受伤了? 兰玲刚放下的心瞬间提起, 眼神凌厉地巡视着面前的人, 手上暗暗使力。 金子勋哼笑一声, 满是鄙视之意, 一个昆泽, 小爷我原本看在你与我家小辈同行份上给你脸, 没想到是开起染房来了, 什么时候前缘的事轮到你们昆泽来管了? 阿玲, 你莫要跟这些不三不四之人走太近, 省得带坏了你, 这里是金氏地界, 休士晚上夜列受伤正常, 没见是小爷也不怪你, 毕竟你们昆泽的本事向来不在这方面, 阿柯, 叫那几个受伤的人过来让他们瞧瞧, 免得以为咱们要对他们做什么? 魏英心道, 差点忘了, 这金三还是个前缘极端崇拜的货色, 兰灵却拉着魏英的手, 放缓了语气道, 勋舅舅, 不用了不用了, 我们是迷路了才误闯到这里的, 一直出不去, 真的是太害怕了, 外祖父长教育, 我莫要随便信人, 对谁都要保持警惕心, 所以, 刚刚遇到你们才会这样, 要不您送我们回去吧, 昆父怕真是等级了, OS, 魏英不知我和勋舅舅关系生疏, 再说下去, 怕是要惹恼了他, 实施误者为俊杰, 等出去了再找人回来查看, 也不迟, 魏英便不说话了, 金子勋看他俩服软, 冷笑一声, 便也收了收那股心中恶意, 勉强道, 既如此, 我便送你们出去吧, 说完, 便带头往前走, 蓝灵拉着魏英直接跟上, 魏英看金子勋, 左转右转, 轻而易举, 便带他们绕了出去, 分明对此地极为熟悉, 心下又是一番思量, 很快, 他们就出了秘境回到了围猎场外围, 远远便听到不少, 嘻嘻嚷嚷的人声, 金子勋停下脚步回头道, 阿玲, 看来, 你昆父的人来了, 那我便送你到这里吧, 下次莫要再乱走了, 话必, 几下便不见了人影, 他走得太快, 蓝灵都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, 只能满脸疑问地看向魏英, 却发现他正望着金子勋离开的方向看, 便扯了扯魏英的手, 怎么了? 没什么, 魏英回神随口道, 临走前金子勋的唇形, 一张一合, 好像是对自己说, 会再见的, 魏, 吴, 献, 他认出自己了, 魏英摇摇头, 一点都没放在心上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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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